我發給家森了 好地方啊 快點來啊 探水教父 這裡你一定會著迷的 我本來是從泉州玩到龍岩然後到潮汕來 我說真的我是沒想拍片我就自己出來旅遊 但是這個善為的小弟他說硬要叫我幫他出一片 但是他說他平常壞事做太多 所以他決定要行善基點之後做好事 然後宣揚一下家鄉文化 對也要改變一下大家對海陸風刻板的印象 什麼天上雷公地下海陸風其實 就聽過這個 對我們其實是很好客很熱情的 然後他今天開他家裡的車來接我 這個是什麼學鐵熊C4是吧 C4Picasso 一幾年會買這個車應該都是 應該都是藝術家 這個車的外型基本上是遠離普世審美 我們可以這麼說嗎 其實我小時候也是看過C4Cope的 就我看到C4的時候我會覺得 哇這是一代傳奇車型 以前有一個拉力血統 對啊拉力冠軍WR7 但沒想到到了這一個年份 他變成一個類似於MPV的那種休旅車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你爸怎麼做 這種賞美應該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是 我爸其實是那個媒體人 那對嘛這個才湊得起來嘛 個人身為一個乘客 其實我覺得坐起來還是比較癲一點 法系車它這個底盤其實調教 沒有想像你那麼細膩 因為跟現在的車比 其實我覺得它還是乘坐起來 它這個彈跳感還是比較重的 對對對 那你看起來覺得怎麼樣 我看一下 它這個才F6AT 每次換檔都是延遲的 動力全段全段都很重 然後再加上這個方向輕的 就會給你那種錯愕的感覺 搞不明白的一點是 西班牙為什麼很多警車都用這一個 因為可能它國內有工廠在生產啊 寡物政策嘛 我也是國外不講究效率 因為這車你說追犯人嗎 跑個坡都難 那可能是賺犯人 運犯人 對運犯人 那我們現在第一站去哪裡 現在就準備11點44了嘛 現在去五四 基本上都是賣那種主食 尚尾特產嗎 其實跟潮汕的果類的小吃差不多 但是這隻琳瑯滿目啊 那去看看 但是你知道嗎 對台灣人來講 我們都覺得尚尾人是汕頭人 你知道嗎 是因為汕字對不對 對啊我們都覺得這是同一個地方 但我是這次自己下來之後 才知道說原來山頭跟尚尾是兩個地方 完全是兩個地方 是因為起名的時候 它本來想叫做 尚尾 尚尾 尽尚尽尾 尚尽尾嘛 但可能是那個普通話過於鹹水 然後發成了尾字 但最後就變成了尚尾 一頭一尾那種感覺 就永遠活在了汕頭的陰影之下 對 說這幾個差的快兩百多公里三百公里 對我們這裡其實是離珠三角地區比較近一點 就是潮汕大部分的地區 潮州啊 汕頭啊 普寧啊 捷陽啊 這些地方 要去廣州的話都要去五個小時左右 那我們的話三個小時以內 而且離深圳又近 對 我們離城鎮比較近 我們現在也有神尚合作區 哦 對對對對 雷天 雷天 人生海海感需要攏了解 有時也親親 有時親菜 有人說過一定有人說過 聚集地喔 對對對 全部都是 這裡很像台南的市場 台南的嘛 台南的市場也是有類似像 一整區都賣吃的這樣子 有前排飼料不錯 有前排飼料好吃 人無心拍看 擺著好吃 走人頭 走出太拼騷 吃咖心好 走走 水母的帝人走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聽得懂嗎 聽不懂 聽不懂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這個到底聽得懂 對 騰了 騰了 雷天就好了 十塊錢是吧 有一些還是勉強可以聽得懂的 是吧 我們叫了個拼盤 其實都可以試一下 對啊 這來都來了 蘿蔔糕是吧 蘿蔔糕拼盤 蘿蔔糕拼盤 台灣有類似的作品 這兩岸一家嘛 其實這個東西 東西其實都是通來通去 好 謝謝你啊 麻煩你 好 你看還有我們台灣飯團 其實台灣飯團是來自於浙江的啦 我們也是吃糯米 然後很少包海苔 但是大陸好像有改良過 不太一樣 裡面是包油條肉鬆還有菜脯 就這樣子 可以做嗎 好 謝謝 這個應該是 要有廟什麼的啦 台灣也是這樣 台灣廟是早期 百姓的生活中心啦 所以大家都要入境擺攤啊什麼 因為大家會來廟裡面拜拜順便買東西嘛 這文化都是一樣的啦 說話說話 挺好的 這種很有街市味 這就是廟耶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頓 20塊 真的吃到你吃 這個粽糕果是我最好奇的 我一直想吃一下這種味道 看起來這個是一層一層的 米果去堆疊對不對 對 怎麼樣 它這個味道很像是 盒軟的盒粉去堆疊出來的口感 然後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香味 香油 可能味道確實是挺好的 我覺得來一定要試一下這粽糕果 我覺得這粽糕果真的是要試一下 哇這跟我們在廣州 吃的那些果肉太一樣了 我覺得它醬油跟香油融合很好 然後還加一點點花生肉 不知道這個缺點很黏啊 全部黏在一起 對很黏 這真的超頂寶的 這個是六塊錢一份 最小份 這兩個女孩子應該吃不到 太多了 第二個是果類拼糖 多少錢 十塊錢 十塊錢啊 基本上這個 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會比較少見的 應該是這個捲果 對 所以在廣州沒有 它有點像春捲 這個其實它醬料吃起來 是像廣州那個炒蘿蔔糕 加蠔油什麼加玉桃 但是比較少見是這個捲果 河粉把它捲起來這樣吃 芋頭糕蘿蔔糕都在裡面 然後這個是煎餃 裡面是包肉菜餡的 裡面是高麗菜 高麗菜啊 這是它捲青菜 一定要夾到 甜的 是甜的 是吧 甜辣甜辣 這跟台灣不太一樣 你們這個比較最近泰式的 對我們有點像泰式的標準 台灣都不一樣 而且你們這個比較特別是 你們除了甜之外 然後還帶一點點酸 一點點 對它這裡有加一點檸檬酸 那種感覺 就是它本來是油膩的嘛 對對對 我覺得它這個辣椒醬是絕配的 真的 好像台灣喔 有什麼舊手機回收的這樣 小時候是五毛錢 兩毛錢這樣賣 現在其實這裡邊的五色價格 還是維持在 這邊居民可以接收的範圍上 感覺起來這邊沒那麼光光 對它這裡是比較local的地方 因為它就去改到它二馬路跟海產那一條街是改的 它這邊還是保留在它居民以前的居住的樣子 對狀態 第三個東西就是我們甜品 甜果的糯米糸 就把它拍扁了 然後在那個案板上煎煎煎煎 為什麼叫頂客啊 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菜叫做頂相果 就是頂是一個存在的容器 把它拍下去估計是這種 沒關係啊 知道的好朋友請在彈幕上刷起來 我們兩個不知道為什麼叫頂客 那這個 其實我個人沒有特別愛 我老實講我喜歡它太甜 這個表面煎得酥酥脆脆 喜歡弄油糖混合物 一樣會很喜歡 我到底覺得太甜了 抓抓跟R 我跟秉承維推薦一下 他有人要路來這裡簡直是天常好不好 我希望秉承維可以來上尾走一走 多走一點那個local的地方 經過你的介紹才知道 原來扇頭跟上尾是不一樣的地方 我發給佳生了 好地方啊 快點來啊 探水教父 這裡你一定會著迷的 我們兩個剛吃飽了 結果老闆來跟我們搭訕說他們東西很好吃 叫我們來拍一下 我們想說好啦 玩那個宣傳上尾的美食 準備就來拍了 這果捲物包要怎麼試一下 果捲果捲來試一下 看起來跟廣州的腸粉 沒什麼兩樣啊 你介紹一下你們這個 果捲是吧 有什麼 跟廣東的這個腸粉有什麼不一樣 在田前有100多年的歷史 這個就是用我們當地田前這一邊的大米 不限腸粉 腸粉很多定粉 但是它區別就在這裡 這樣子嘛 所以它是純大米做的是吧 我試一嘴看看 它沒有像糖粉那麼軟嫩 它是比較Q彈的那種 然後將這個蝦米 然後魷魚 有比較海鮮味 它確實這個味道挺好 我們台灣也有類似的做法 用蘿蔔糕做的 然後上面灑你這些料 其實還是那句話兩岸棚 遠到要吃的東西就差不多 這讓我想起我媽做的蘿蔔糕 我媽也很喜歡加這些海味 挺好挺好 這味道確實好 謝謝我再做一份 我總結這兩盤 這個果卷 這個是XO醬腸粉 這個就是鹹肉腸粉 我覺得你這樣想就好 這樣最快 其實最快讓你知道味道的感覺 是挺好吃的這家 有來上尾可以試一下 老闆果然有自信 我們躲在路上不認識 我們還跟我們搭訕 他是不是你朋友 他是不是你朋友安排好了 胖子 不知道 這次真的讓我體驗到這個上尾人的熱情套客 我好到不行 我這什麼都吃不下 好脹喔 太飽了 我們現在站去哪裡 走走吧 我看你這麼飽 太飽了 走走走 走走 這裡是多鳥街啊 就是我們最有名的海味街 剛剛吃飯就在右邊 很近啊走路都到了 走走去看看吧 這邊 現在這個吃也吃過了 把這個市區也逛完了 然後剛剛去博物館看了一下 哇確實那個背雕非常漂亮 是啊 那現在你說你要帶我去這個洪海灣 廣州亞運的衝浪的這個比賽場地 現在搞得很網紅 有一個咖啡廳在那裡 我有這麼屌 走走去 不知道有沒有妹子呢 網紅地唷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I'd like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 這個 這麼好的地方 結果我們兩個大男人坐在這裡 你帶我來這裡你也安排個妹子 你要臉嗎 沒事我們看就行了 對 我們這邊確實妹子挺多的 剛好幾個小姐姐在那邊拍照 來到這裡我覺得真的好像我們台南 有個地方叫黃金海岸 黃金海岸 但更像我之前很多年去過那個古巴 哈瓦那那個感覺 喔 真的很舒服 給我這個什麼 來一杯墨魚頭那個 對 有一點那種感覺 這裡真的規劃得非常好 然後這次來到上尾啊 其實有給我完全不一樣的一些感受 包括你們講那個話好像跟朝上話 是不是都不太一樣 我們其實比起朝上話更偏向閩南語 細一點點 對 發音比如說 你跟我 哇 你 哇 你 對 就是我在那個市場聽 如果我前幾天在朝上那邊聽 大概只有三四層的話 這邊大概可以聽到六層 六層 但是你們講快其實我還是聽不懂的 講快肯定啊 講快誰都聽不懂 就是像你們上尾話跟這個朝上話大概幾層相似 五層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覺得說上尾人騎就是朝戰人騎他們語言還是有一點不太一樣的 其實還是有時候還是聽不懂的 確實是 還有一個地方叫結石啊 我剛看的地圖才知道原來它也是上尾式的 只要我玩大牌摩托的朋友一定都知道結石 對 那個地方騎以前就是大牌摩托這樣進口啊 說難聽的那個走私車的年代其實很多從這邊進來 但這幾年其實都處理的差不多了 也沒有這些東西了 沒有從15年16年開始就已經嚴打這些所謂的羊垃圾走私貨 所以現在大部分還是以大茂的形式進來的 聽說你女朋友是 都是正經生意啊 都是正經生意啊 大家都是 所以你女朋友可以幫我搞起來大牌摩托嗎 可以啊有朋友啊 全是車庫來的 但是我說真的啊 大家千萬不要去買那種走私車啊 因為那個其實很多是有問題的 甚至還有張車的問題 然後組裝 甚至還有切過車台的 那個其實很多問題了 那要玩這種大牌摩托 還是要玩這種合法有上牌的 這個千萬要記得 喝咖啡也喝完了 坐也坐一下午了 小姐姐又走了 對小姐姐也走了 我直接帶你去吃東西吧 我們往這邊走 真的我跟你講來上尾真的是炭水爆炸 今天都要飽到現在 你看我們做一個下午了 有七八個小時了吧 都還沒消失完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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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起來很像我們那個水晶椒 很好吃一下 這比我在很多火鍋店吃的水晶椒好吃 一百倍 其實我是不喜歡吃水晶椒 但這家真的做得很Q 然後就是裡面很軟糯 哇這家真的好吃 有些它裡面這個餡料有沒有 好像就是不知道什麼肉 但是應該是牛肉 然後咖味很重 嗯 這也不是牛肉丸 是牛肉餅是吧 是牛肉餅 跟我們一般吃的手 那牛肉餅看起來也不太一樣 就是這樣 這牛肉餅 我覺得比牛肉丸 軟一點 因為很多牛肉餅都做得很硬 然後很甜 會碳 但我個人比較喜歡這牛肉餅的味道 相對講沒那麼硬 這味道是很好 我覺得自己的便室 其實我在廣州吃那種 上海便室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 其實相對來講 比較硬一點 比較QV一點 然後裡面的內餡 肉 的感覺更多 我覺得也不難吃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吃菜多一點點 但其實是好吃的 這兩家確實都挺有水準 不愧是老店 難怪你說要犧牲海鮮 大排檔 然後叫我來吃這個 雖然很普通 你是沒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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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裡說牛奶爆冰 跟我們台灣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我們在台灣叫牛奶綿綿冰 真正的牛奶爆冰 是在水上面那種爆冰 然後加上煉奶 今天無論如何 很感謝我們這個上尾小弟 帶我逛了整個這個上尾 帶我去走一走 我覺得上尾這個地方 我老實講 你一般人來不吃個三天 你應該是吃不完的 因為他們小吃各式各樣真的太多 那是因為它食量大 可以幫我分到 我們才可以吃那麼多種 真的大家有機會 其實這個地方離珠三角真的也不遠 開車大概兩個小時可以到 大家可以常來這裡玩 東西確實真的是好吃 我再強調一次 這裡跟台灣的台南很像 所以台南的朋友 你可以來這邊感受一下 自己家鄉的感覺好不好 我相信很多台南的朋友 也是住在大陸 最後大家記得一鍵三連加轉發 好不好 關注一下老些人 如果你的家鄉也想讓我介紹的話 你可以私信給我 你帶我去玩 我們去拍啦好不好 就這樣子好不好 你帶我